日前有喜欢参加下午茶的贵妇透露,她一次听到叶惠美和昆凌妈妈的聚餐,原本一直把持周是家产的叶惠美。 今年38岁的周杰伦,在两年前娶了小她14岁的昆凌后,陆续生下女儿小周周,儿子罗密欧,夫妻俩相当幸福甜蜜。 日前传出,周杰伦的妈妈叶惠美非常满意这个年轻媳妇,希望把周董的家产都交给她管理,却遭到最亲密的人反对。 图片来源,苹果日报。 周杰伦出道多年,除了歌曲创作外,还跨界节目评审、投资健身房、餐厅、网咖。 甚至盖豪宅,收入非常丰厚,据中国名人收入调查,光是去年就吸金高达8亿台币,仅次于范冰冰和陆寒。 图片来源,苹果日报。 周杰伦所有资产都交给妈妈叶惠美管理,妈妈的投资眼光也相当精准,让她赚了不少钱。 但日前却传出叶惠美有意将家产都交给孩子们管理,却遭到阻止。 据镜周刊报道,日前有喜欢参加下午茶的贵妇透露,她一次听到叶惠美和昆凌妈妈的聚餐,原本一直把持周是家产的叶惠美。 因为周董结婚后,和昆凌,两个孩子的开销越来越大,加上她自认年纪已经老慢,希望可以渐渐把手上的资产,都交给周杰伦和昆凌小哑口管理。 然而昆凌的妈妈却跳出来反对,执着昆凌不适合。 图片来源,辛浪娱乐微博。 据爆料者指出,昆凌的妈妈以女儿年纪还太轻为由,婉拒了叶惠美的提议,这个举动让叶惠美大为惊讶。 原本以为庆假知道自己可以把持财产后会比较安心。 但昆凌妈妈认为,孩子们根本还不懂得理财,希望叶惠美继续掌管周杰伦的经济大权。 至于为什么不希望昆凌碰钱呢?有消息指出。 有人怀疑,周杰伦曾为昆凌买下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,金山南路口和平大院顶楼豪华新居,268平的楼中楼,市价高达6亿元。 全因为昆凯林看了非常满意,周杰伦就写同叶惠美大手笔买下,让外界认为周杰伦宠西无极限,为爱花大钱丝毫不手软。 图片来源,镜周刊。 不过周杰伦所属的杰威尔音乐回应,对于叶惠美想要全力下放,对昆凌妈妈赞誉有加之势,认为无稽之谈,并未证实死说。 哎呀,其实周董宠爱妻子大家都知道,不过讲到理财,还是妈妈比较厉害吧。